口语交际 说新闻 同学们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最近电视机上 综艺节目和电视剧的播出都大大减少了 而针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 做了大量的新闻报道 听了这么多新闻 你可知道新闻指的是什么呢 新闻是指 对国内外新进发生的 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 人和事实的简要而迅速的报道 新闻有很多类别 比如社会新闻 国际新闻 体育新闻等等 从这句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新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真实性 2. 实效性 3. 准确性 真实性 真实性和准确性 显而易见 指的是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 用事实说话 时效性 指的是新闻报道一般迅速而及时 而且是新进发生的 同学们 你们都会通过什么渠道来了解新闻呢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 新闻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 获取新闻的途径有很多种 比如说 看报纸 看电视 听广播 上网 等等 第二单元的单元主题是 自然与科技 第二单元的课文 也都是跟自然的奥秘和科技的精彩相关的 那么 课本上所列出来的这些新闻 请同学们先自己读一读 看一看 开始吧 读书生 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作为一位小公民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书上所列出来的这几条新闻 都跟什么有关呢 先读一读 C919 国产大型客机 预计于2021年交付使用 第二质 北京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 三 我国预计在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卫星 四 本市将新增一座儿童游乐园 这几则新闻都和什么有关呢 仔细看过之后我们知道 第一则和第三则是跟科技发展相关的 第二则是和体育运动相关的 第三则呢是和我们每个小朋友切身相关的 这是从新闻的内容上看 从地区上看 第一则和第三则是全国的 第二则是北京市的 第四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 那么同学们 你知道哪一条 可以来和你的父母说一说吗 如果恰好 你的家人也知道其中的某一条 也请你听你的家人来说一说 开始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要筹备一次新闻发布会 在书上做出了这样的提示 在你最近了解的新闻中 选一则感兴趣的和同学交流 要说明新闻的来源 把新闻讲清楚 不要随意更改内容 最后还可以说说自己对这则新闻的看法 先来看一则新闻 旅国周日报报道 也来播报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是课本上的 北京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北京时间2015年7月31日下午 国际奥委员 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在吉隆坡举行 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举办成事 经过85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投票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正式宣布 北京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北京也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夏季奥运会 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 冬季奥运会 藏奥会 以及青年奥运会的国家 称为奥运全满贯举办 同学们 老师再说一条跟江西省九江市的孩子们 切身相关的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发表在2019年5月31日的巡洋晚报上 新闻是这样说的 自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建成以来 甘唐公园动物园伴随了几代九江人的成长 记录了九江人美好的童年回忆 但由于公园周边是密集的居民区和繁华的街道 空间十分狭小 制约着动物园的发展 自从建设新的九江市动物园被列入十大成建项目以来 终于在近日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九江市动物园签建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文件出炉了 这预示着崭新的动物园已经开始着手打造了 从文件上看 公期要求近日开工 将于2021年3月31日前 竣工移交 建设面积约1058亩 工程预算约26000万元 也就是说 小伙伴们热爱的动物园 真的要开工了 动物园新指计划在 联系区 莲花镇谈饭村 新秦家村自然村 联系大道中段南侧 像我们班张永丽这样 把新闻播出来 就叫播新闻 中央电视台每晚七点 有一档节目 是把许多新闻连起来 一起播报 所以就叫新闻联播 咱们在和人交流的时候 交流自己所知道的新闻 这就叫说新闻 说新闻就是我们今天 口语交际的主题 有一位同学 杨毅阳 我们班的同学 他做了一个新闻小卡片 虽然他的内容是跟张永丽是一样的 但是他所寄的方式很不同 一起来看他手上的这张卡片 1月21日 我在CCTV13新闻频道 看到一则新闻 在病毒肆虐武汉的紧要关头 84岁的中南山院士 连夜赶着高铁 义无反顾的赶往武汉防疫的最前线 同学们 在说新闻之前 我们首先要记新闻 看杨毅阳的这则新闻小卡片上 都有哪些信息呢 时间 1月21日 他是在1月21日这个时间看到的 人物84岁的中南山院士 地点武汉事件 中南山院士 赶往防疫的最前线 同学们 在说新闻的之前 我们要做一些准备 比如说 从内容上讲 我们要记住新闻的要点和重要信息 重要信息就有 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 我们还要说清楚新闻的来源 不同的渠道 有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 如果你是看电视听广播 得知这则新闻 那么你是在哪一天 看到或者听到的 是在哪个频道看到或听到的 如果你是在报纸上得知这则新闻 那么这是哪一天的报纸 什么报纸 第几版刊登了 如果你是从网上得来信息 那么这则新闻是哪一天发生的 哪一天报到的 又是在哪一个网站 哪一家媒体上出现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梳理出 说新闻的第一点 就是要说明来源 说清楚 说准确 本单元的单元主题是 自然的奥秘 科技的精彩 咱们班有一位叫张子墨的同学 他对科技发展非常感兴趣 一起来听 我国预计在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卫星 在这则新闻中 他是怎样说的 一起来看 我国将于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 为什么要探测火星 火星是太阳系中距离地球较近的行星 自然环境与地球最为相似 自尊速度与地球几乎相等 是人类探测行星的首选目标 可是火星时代太远了 最近也有五千五百万千米 最远可达四亿千米 所以去往火星的飞船 应该选在尽可能近的情况下发射 从数据来看 2020年是目前最好的时机 我国在航天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载人航天技术和探测工程 为探测火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向火星移民 让火星变成人类的第二家园 同学们 看了饶一扬同学的新闻小卡片 我们知道了 说新闻要说明来源 说准确 看了张子墨的说新闻之后 我们就知道 除了内容方面 有这样的一些要点 在讲述上 我们要说明来源 准确传达信息 还要清楚连贯的讲述 同学们 咱们回到课本上 来看课本上对我们的一些提示 比如说 要说明新闻的来源 就要求我们 要把新闻说准确 如实讲述 尊重事实 把新闻讲清楚 不要随意更改内容 就是说 我们要尽量地表达流畅 要尊重新闻的真实性 不信谣 不传谣 还可以说明 自己对这则新闻的看法 这是在知道新闻事件的基础上 我们要提高自己对新闻的认识 同学们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则 中央电视台 主播说连播的一则新闻 看完之后来说说 你有什么启示 今天让中国人感到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恐怕就是 人民海军 起提首艘 国产航母 当然了 山东人一定会更害 因为这首艘国产航母的 名字就是 山东舰 在电视里看到他威武的样子 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感慨 你看 从2017年4月下水到如今 正式交付海军 国产航母的 可以说是一路上踢一波展浪 这航速是相当的快 在这艘国产航母交付了之后 咱们人民海军就有了两艘航母 分别是辽宁舰和山东舰 一个选号是16 一个选号是17 这两兄弟还挺近 而且今天也正好是17号 可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所以今天我也专门选了一件 红色的衣服来搭配 从此以后 双航母可以一起来守卫祖国的海江 而且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一说到航母呢 很多人都会想到 航母style很淡胆 放飞舰在机的手势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燃啊 它给人一往无前的力量 那我觉得 其实航母style背后的 中国style是更有范 我们的装备很硬核 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硬核 但它们守护的是另一个核 和平的核 双航母让我们心里更有谱 也让和平更靠谱 中国海军走你 同学们 看了主播说连播的 这位主持人海霞 他在说完新闻之后 你得到了什么启示呢 就是我们在说新闻的时候 可以学着主播的样子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在说看法的时候 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表述 可以表示赞同 也可以表示反对 还可以联系社会现象 提出自己的建议 甚至可以发出倡议等等 同学们 如果我们真的要举行一次 新闻发布会 你认为怎么样才算是 把新闻说好了呢 根据我们这节课所学的 老师定为了四个新级 一 说明来源 说准确 二 说清楚 说连贯 三 说出自己的看法 在基础上 如果你还能自然大方的 加上一些自己的肢体语言 那就更好了 同学们 在口语交际中 这是说的人的要求 那么作为听众或者观众 我们应该做到什么呢 咱们以前学过 在听的时候呀 咱们要耐心 要安静 时不时的 还可以 根据你所听到的 做出一些回应 下面就请同学们 想一想 你最近最感兴趣的一则新闻是什么 来和你身边的家人交流交流 说一说这则新闻 开始吧 我还能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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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收看今晚七点的新闻联播 记录国内国外的新闻各一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也可以发出倡订